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本期杂志天下 那对于在国内上市销售的处方药 除了国家明确净售的 那其他的呢 都允许依托这个中心进行互联网销售 不再另行审批 这中心啊 将对接相关机构平台 实现处方药事项一网通办 探索运用数字人民币来进行交易结算 处方药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所以相关部门对于网售处方药一直呢 很谨慎 不过当下的环境发生了变化 需要在这方面有所调整 疫情防控导致出行不变 不少患者呀 就希望通过网络购买处方药 这样呢 可以减少很多麻烦 还有电商市日益普及啊 能够为处方药的销售配送仓储等 提供更好的技术支持 综合这些因素 相关部门在去年四月 在海南试点网售处方药 现在呢 又更进一步提出在深圳试点 专家说 目前我国的互联网诊疗和互联网医院 主要啊 是问诊的功能 它不包含处方流转药品配送支付结算的功能 没有形成完整的问诊业务闭环 此外呢 多数互联网医院都没有和线下医疗机构 对接电子病例系统和居民健康档案系统 就无法呀实现线上线下共享医疗资源 那建立电子处方中心就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 深圳电子处方中心对接海南电子处方中心 共同探索建立信息互联互通互认的机制 也为在全国范围高效安全推行 网售处方药奠定基础具有重要的意义 咱们就希望试点网售处方药能开启便捷就医新模式 接着来说 近年来我国玉制菜的市场规模不断的扩大 逐渐走进千家万户 你看今年春节不少家庭就选择用玉制菜来做年夜饭 方便快捷 不过记者调查发现 有些商家推出的玉制菜还是存在一些问题 比如图文不符 从图片介绍看 分量十足 可真拿到手心凉了一半 一份烤牛排只有半个拳头那么大 还有的玉制菜都工减料 比如茶树菇牛肚 那真是只有菇没有肚 有的玉制菜食材不够新鲜 商家用冰冻食品充当食令菜品 或者运输过程中温度不达标 最后造成菜品变质 另外玉制菜这个口味也有不少的吐槽 添加器太多 工业味很重 不敢恭维 有业的人士表示 一些玉制菜的商家资质不全 设备不达标 加工 不规范 菜品信息不全 配料表啊 保持期啊 重要的信息也没有标注清楚 那就存在安全隐患 有数据显示 目前玉制菜的生产企业 大多呢 中小企业啊 规模化的企业还是比较少 处于野蛮发展的状态 一些企业为了利益最大化 就漠视消费者的权益 挖空心思忽悠 把玉制菜搞成了套路菜 事实上 玉制菜的安全问题 已经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 修订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 明确了半成品的定义 要求实施安全风险 分级分类管理 当然要保证玉制菜的质量和安全 推动行业发展 还需要更加细致的监管措施 这样呢 玉制菜才能真正成为 色香味俱全的美味佳肴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杂志标题 来看最新一期新周刊 文章标题 冬奥场馆DJ太会整活了 冬奥会上啊 场馆DJ呢 也随着运动员在不停的忙活 他们通过音乐把赛场的气氛呢 拿捏得很到位 比如谷爱玲跳出高难度的1620后 激动不已啊 全场也为之沸腾 这个时候呢 DJ迅速送上了绿光 歌词就唱到 触电般不可思议 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 那完美哄托了现场的气氛 还有当谷爱玲没有听妈妈的话 挑战从未尝试过的动作 成功之后洗击而泣 这个时候 现场传来歌曲绝强 生动诠释了 他因为绝强所承受的压力 不少人感叹 这DJ也太会整活了 也正是依靠场馆DJ的努力 不少歌手的粉丝 紧盯着冬奥赛场 精准捕捉偶像的歌曲 有人呢 进行统计啊 说周杰伦的歌曲啊 登场的次数是最多的 是赛场上的隐形歌王 除了歌迷 那场馆DJ呢 还把电竞迷的目光 也吸引到了比赛的现场 不少游戏的背景音乐 被安排在开赛的灯光秀上 非常的炫酷 让很多电竞迷啊 忍不住隔着屏幕啊尖叫 杂志就说了 这些不同圈子的人 在场馆DJ的带动下 聚焦东奥寻找共鸣 这也算是隔空回应了 奥林匹克的格言 那就是更团结 好 接下来进入到板块 杂志图片 受冷空气影响 江西新于大港山主峰 出现雾松美景 漫山遍野的冰棱 晶莹剔透挂满枝头 仿佛串串水晶 风吹树洞摇曳生姿 好一派南国冰雪风情 甘肃敦煌某光热电站 工作人员调动一万多面 定日镜 拼出北京冬奥会会灰 奥运五环等巨幅图案 瞧这奥运五环 有两千多米宽 在阳光的照射下 一声灰 极其壮观 贵州建河县迎来 黑木耳的采收旺季 村民抓抢农石 进行采摘 当地利用自然资源的优势 在闲置土地上 种黑木耳 采取公私基地农户 联动的方式 助力乡村振兴 这还真是 人情春来早 农事正当时 这位楼师傅 是木雕记忆传承人 在他的刻刀下 不起眼的树枝树羹 经过雕刻打磨等多个步骤 摇声一变 成了徐徐如生的艺术品 看这个木雕诗语 还有这个木雕胖马 楼师傅说 他经常办展览 给学生讲课 希望能弘扬木雕 这门传统记忆 木雕 这就叫刀尖上的传承 好 接下来 说一说 征信修复骗局 信用报告 对个人企业都非常重要 一旦出现不良信用记录 就可能没办法 办理购房贷款等情况 有人急于消除不良征信记录 这就给一些不法分子 可乘之机 他们以征信修复洗白为噱头 收取高额的服务费 最近 有机构揭露了五种 常见的征信修复骗局 就包括 针对普通人的诈骗 针对就业者的信用培训考证的诈骗 针对创业者的征信加盟代理的诈骗 针对网贷者的注销贷款 诈骗等等 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 可以收到不少征信修复的骗局 有的收钱后 是连有的呢 试图用虚假材料修改信息 所谓征信修复 那大多啊 都是材料造假 伪造证明 花钱真的能洗白不良征信记录吗 不能 征信领域啊 不存在征信修复的说法 信用卡或者是贷款预期啊 就会产生不良征信记录 这个呢 是不会删除或更改的 如果是因为输户忘记了还款 预期时间也不长 这个其实啊 是有办法的 叫做征信异议 提出征信异议 并不复杂 拿身份证就可以办理 不需要通过中介 更不存在收费 专业人士表示 对于个人而言 要保持良好的征信 应该呢 量入为初 合理负债及时还款 特别要注意 保管好自己的身份证件 网银手机银行 避免备贷款 如果信用报告上 已经有了不良的信息记录 更要重建个人信用 要我说 恢复信用 可别想着花钱走捷径 诚实守信 那才大有可用 接下来是看天下文章标题 小时候钾过的胶带球 现在又让人上头了 胶带球啊 就是用胶带有粘性的那一面 不断拉丝卷成的球 而钾呢 则是网友发明的一个拟生词啊 它有点像这个 沾胶带时发出的这个钾的声音 游戏方法很简单 却很让人上头 我们来看 不少学生喜欢在课余时间 沾这个胶带球 网红呢 在平台上也发布各种 沾球的技巧 就连奥运冠军全红禅 在看比赛的间隙 也不忘沾一沾 沾胶带球最基本的要求啊 就是这球啊 得又大又远 在这个基础上 就可以充分地 发挥你的想象力 有些人在创新的路上 是越玩越矣啊 他们不再拒你一次 只沾一卷胶带 而是呢 追求三架马车 五彩缤纷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一次沾的胶带 越多越好 颜色越丰富越好 胶带球如此上头 主要因为它的解压属性 有人在这个沾的过程中 获得了心灵的宁静 有人呢 从这嘶嘶啦啦的 这个胶带声中 得到了享受 有人呢 则从切球的绚烂里 感觉内心被治愈了 不过呢 虽然这个胶带球啊 治愈 但有专家提醒 有些胶带啊 它释放一些有毒物质 所以呢 适当玩完就好 可别沉迷啊 好 接着来说 最近冰湖民间分会场 是频频登上热搜 虽然一直专业的冰湖 动辄上万 但在业余赛场 装备不够想法来凑 只要能滑 万物皆可冰湖 我们来看哈 出镜率最高的呢 当属各种锅 什么炒锅 蒸锅 高压锅 你管它是炒菜的 还是烧水的 大爷大妈一出手 就知有没有 有了冰湖 还要有配套的冰湖刷 这个时候 哨帚和拖把 就派上用程了 他们除了能够让冰湖 走得更远 还能够顺便呢 插插地 不仅如此啊 野路子冰湖风 也从居民家中 吹到了各行各业 你看这边 中国铁剑 基层员工 用小锅 冰湖 搞起了娱乐活动 那边 其他项目的运动员 你看跳高名将 张国伟 在赛道上啊 玩了一把 民间冰湖 还有消防员 他们在训练 闲暇时呢 在篮球场上 举办了冰湖大赛 不仅规则特殊 赢了呢 还有奖励 就这样 一套装备 要十几万的运动 在冬奥期间 走下了神坛 当然 人们的冬奥创造热情啊 还不止于这个冰湖 还有用雨伞和橙子 打冰球的 有把竹子劈开 当成雪板的 有厉害的手工大声 那更是用冰 来制作运动装备 民间冰湖火了 真是应了那句话 心中有冰雪是处处是舞台 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瑞茨 失眠想象力 慢慢长夜 不少睡不着的人呢 躺在床上 那就开始尽情地发挥 他的想象力 越想就越睡不着 你比如 想路飞飞行 他们是编剧导演 也是主角 各种浪漫狗血的套路 加持在身 一晚上是才思全勇 是越想越兴奋 还有热衷数数五行 以前是数羊 现在呢 花样多了 数自己心跳了几下 数还有几户人家亮着灯 数楼下路过了几辆车 这些人俩 能把自己数睡着的是少数 数错了心里窝子火 睡不着的居多 另外 复盘白天行 他们就爱在晚上自我反省 喜欢假设 要是当时这么做就好了 然后呢 就陷入到无限的懊悔当中 还有 恐吓自己行 他们在第N次露睡失败后 就心生焦虑 想 这床下会不会有人躺着呀 这窗帘怎么动呀 怎么会有走路的声音啊 那脑海里上演的是一部恐怖片 越想越害怕 一个不小心 就陷入到了循环失眠 这失眠想象力 实力演绎了 有一种失眠就叫 胡思乱想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热度排斥症 这是一种看上去比较冷静的病症 是指对当下大热的东西啊 持观望态度 更愿意用自己的节奏 来接受别人的安利 有专家表示 这个患热度排斥症的年轻人 表面上排斥的是热度 实际上啊 是在警惕那过度营销 这其中被吐槽最多的呢 就是影视剧 某些宣传方为了制造热度 就开启强势的营销套路 比如买词条 霸占热搜榜单 请大V写好评 再用大数据呀算法呀 来刷屏推送 激起观众的观看欲 不过呢 不少热度事件的内容质量 和获得的关注度 并不匹配 有网友就发现 某一段时间 这个讨论热度名列前茅的影视剧 这收视率呢 其实并不好 除了影视剧 这个种草产品 也常常被吐槽 比如一些拥有新式概念的产品 什么万能美容仪 还有干细胞化妆品等等 平台上 他们经常被博主刷屏安利 不过呢 一般也不用多久 就会有权威机构来下场拔草 另外 还有网红景点啊 网红餐厅啊 去到现场之后 不少人是败姓而归 热度排斥症反映出的是 人们对人造热度泛滥的一种反思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是等你过了宣传期 大量的评论沉淀下来后 再去补课 热度排斥症 这还真是不选最热的 只选我认为最对的 好的 感谢收看杂志天下 读杂志观天下 杂志话题多 咱明天中午 接着说 想要收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登陆金视频 节目最后呢 是天下言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